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出现 我们需要用一些数据来看一看老龄社会的形成和现状 目前中国的一个老年人可以由六个年轻人来供养 这个比例应该说还是蛮舒适的 怕的就是怕将来一个年轻人养六个老人 起码在我们家是这个状态 那就可能 怕至极了 但是现在中国的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 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晚期 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可以通过这根线来看一看 目前老龄人口越来越多 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越来越高 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活得比较长寿 七八十岁六十多岁 真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中国老龄化来讲的话呢 各个地方这个比例也不太一样 那抚养比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那老年人的这个抚养比 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 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例 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以前十个点左右 十个点左右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九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 那现在就是六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 抚养比来讲各个省也不一样 那山东是最高的 22.7%的比例了 山东人长寿 是吧 上海其实一直说老年化严重 但是在全国来讲 排名其实要排到第五位去了 那大家的这个养老金 当然各地不一样了 最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调剂问题 尤其像东北 东北真的老年化又严重 然后又没什么收入 所以辽宁是中央给钱给的最多的 黑龙江第二 你看前两位就东三省 前两位站了 吉林第四位 湖北是第三位 那播出多的 福建 北京 广东 其实上海播出也不算多的 脚拨差额为政治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中国的这个社会呢 目前看来 由于财政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问题 导致像这种东北地区 人口老年化 但是经济却发展得很弱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 整个国家才能够比较平稳 也希望每一个老人 都拥有一个好的晚年 重阳节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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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